美国后任总统川普 星期四首站选择在俄亥俄州的新生拿提市 举办一个类似于庆祝胜利的集会 开启他所称的答謝之旅 在前往新生拿提之前 川普和后任总统彭斯到访位于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里冷气厂 正式宣布与开里公司达成协议 不会将工厂转移为墨西哥 而将大约1,000个工作机会 留在美国中西部的州 川普过渡团队成员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只居是这名后任总统上任后经济政策的缩影 一名美国商业分析人士认为 川普和开里公司达成的协议 预示着他下个月就任总统后会采取的干预措施 据一名零通消息人士说 在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游说之下 开里公司同意不会将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 作为交换条件 开里公司将会获得美国新政府的奖励 开里公司今年曾经表示 为了折省开支会将印第安纳州的工厂转移到墨西哥 公司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 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 包括印第安纳州提供的财政优惠 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 成立要创造一个更好 更有竞争力的美国商业环境 他一名接近开里公司的消息人士说 川普两个星期前打电话给开里公司的母公司 联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格莱格·海斯 请他重新考虑关闭在印第安纳州冷气厂的事情 据悉海斯对川普说 将这些低工资高流动性的工作转移到墨西哥 每年可以为他的公司自省6500万美元 川普就回答说 按照他准备实施的削减公司税项措施 联合科技公司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开里公司的决定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胜利 他在竞选当中曾经不断强调要作为总统 他将会尽力阻止企业向海外转移工作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